最后当然下面的这个程式码是我们录制下来 我是把它录完之后再做修改 里面的话包含就是也许录制的名称 你可以之后再改成叫筛选业务 那录完主要是中间这一段 1到8这些东西 那也许你可能会录到一些多的 没关系你可以把它删掉 因为可能刚开始你在录制聚集 我发现同学应该会多录了很多东西 不过你切记就是说最好是先彩排过 因为如果你没有先彩排过 你会发现你会做不顺 奇怪我好像在做下一步应该做哪一步 你可能会多做或者少做 或者是略过等等 那录下来东西就不OK了 所以要先彩排 彩排之后再录制 录完之后记得就是在上面加上 那个什么所谓的注解 加上注解 那加上注解之后的话 你就很清楚说原来以后 如果我在VBA要写某个动作 其实就是这么一行 比如说你游标放在B1的话 其实就是Range B1点之类的 那其实在上个礼拜讲过了 其实这个录制聚集 其实也是VBA一个很大的特色 因为其他的语言 无论说你是用什么Java Python 什么其他的好了 反正等等的 他都没有提供给你录制聚集的机会 也就是他不会自动帮你写出程式来 那VBA这一点倒是还蛮棒的 所以为什么 因为像很多人会问说到底要怎么处理大数据是比较好的方案 我觉得再怎么样 VBA比起来 说真的跟其他语言比起来 其实就是简便太多了 光安装环境 那就简单太多 不用安装马上就有了 像如果你要用其他工具 光安装环境 把环境安装起来到可以使用 真的太累了 要装一大堆东西 像Python好了 Python也是要装什么环境 什么一大堆的 或者你要用什么Visual Studio 像我最近在试最新版的Visual Studio 光安装2015的最新版本 安装起来 我的电脑就要30GB的空间 30GB 莫名其妙我的系列怎么一直跳出 要满要满 所以我变成什么 它一边安装 我一边要删掉一些东西 而且安装完之后还不保证可以跑 光这一点的话 比起来VBA就强大许多 而且方便 还可以录制聚集 录完之后的话 当然你可以做一些适度的修改 那这边做完之后 如果说你录制没有那么完善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云端上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 然后可以把这边 基本上你录完之后就是这一段 123 1到8 这一些 那当然你录下来的东西 你可以稍微做一个变更 里面的话最大的 第二个就是我要增加一个X 就是那个input box 这个X本来其实主要改三个地方 1 2 主要是 这个等一下 这个叫做 请输入那个 它会跳出什么 一个叙述 这input box还蛮好用的 就是 双引号里面的东西就是 要跳出来的那个 那个视窗上面 它会有一个叙述 就是让使用者知道说 它要做什么 它输入完之后的东西 可以丢给这个criteria1 特别主要 这个是criteria1 123是1 然后呢 最重要的这个地方命名 重新命名 那这样子我们就完成 其他的部分 那可是 可能会有几个地方 我们还需要 可以让它变得更好了 包含就是说 这里面的城市 其实有地方还可以 不用写那么多 不过我觉得 那个导致 就是锦上添花啦 像我下面有做一个 再更精简的 业务筛选简化 因为其实 我有时候会看不惯 就是它写的 好像有点冗长 就会想要改变 比如说哪里呢 比如说像复制好了 复制呢 各位可以跟上面的比较一下 上面 总共写了四行 但实际上 如果你要把它精简化 其实只要一行就可以搞定 不过下面东西 跟上面东西结果一样 如果你不是追求 高效率或者是 城市简洁的话 其实 应该可以跑就好了 如果你还是在入门阶段 下面这个东西 对你来说 是 不是那么非常重要 不是那么破坚 因为上面已经可以跑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的动作什么 A1.slice 就是游标放A1 对不对 因为我筛选完之后 不是放A1 然后Ctrl序 我向右 向下 再复制 那实际上 这四行 其实呢 在VBA里面 只要一行就可以搞定 一行就可以搞定 为什么 因为 特别注意 如果说你要 追求高效率的话 因为我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 那个对于城市的要求都不太 那有的人是能够跑就好了 但是我不一样 我可能 看到这四行 我就觉得一定要把它弄短一点 因为城市如果不精简的话 感觉就会 浑身不对劲 就想要把它再精简 那怎么样再精简 各位可以学习一个 因为它点slate之后 比如说像我刚刚这个地方 假如筛选完之后 资料里面筛选 那筛选 比如说我今天筛选菜头 筛选菜头之后 这个已经菜头 游标放这边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它实际上就是游标放在A1 然后扩大出去 也就是说呢 Range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范围 那我们如果要选取它的话 就点slate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的物件 你有slate这个动作 slate的选取 就会产生一个选取区的物件 不过呢有的时候 选取跟选取物件 有的时候是多余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范围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选取再选取区了 但是你录制的时候 因为有键盘 有滑鼠的点击动作 就会产生这样的物件 所以我们如果要清简的话 你可以把这四行做什么 一般我是先把它上面工具列按右键 增错一下 增错做什么 其实主要是把 因为我们将来 这四行你如果不想直接删掉 要把它当注解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工具列叫出来 这工具列叫编辑 编辑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使程式变为注解 你把这四行选起来 注解一下 或者前面加单引号 不过你单引号要加四次 然后比较偷 我用这个比较快 然后你直接怎么样 把它改成一行 复制要改一行的话 其实很简单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用一样range A1 只要呢 其实不一定是A1 你在这个范围里面都可以 点 点下去之后呢 你可以打一个C 打一个CU Current Current 这个地方的话 它会出现有一个属性 叫做Current Regio 其实顾名思义嘛 Current就是目前的 Regio就是范围 也就是说呢 从A1延伸出去的整个范围 请你帮我做选取